大家好我是一颗直流 今天我要是这些甜品 就是卖相特别好的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先开一个这个咸布雷奶茶 上面是那个抹茶 下面是这些芋泥 还有一些西米 它是那种淡淡的抹茶味 就是抹茶不会那么苦 这种味道 这个是那个芋泥奶冻 然后雪糯米 毛巾卷 这个是一个抹茶的团子 然后这个是那个奶黄馅的 那个大幅 真的很期待这一个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 豆乳马属的一个盒子 今天这一些的话 是在那个淘宝 梅子甜品甜品社 就是那个里面的店长 送给我吃 真的非常感谢 中间是这个奶冻 还有这个雪糯米和芋泥 尝一口 好吃 他们家奶油是那种 不会很甜的感觉 看这个咚咚的奶冻 我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整体的感觉就是说 大的中和的比较好 然后真的是不甜的那一块 刚刚不要影响我们的那样 你拿着烤了吗 下一个是这个抹茶大腐 中间就是抹茶馅的 哦 这个好像是团子 我感觉这个个头它真的都很大一个 尝一下 皮是那种软软的 它不是说特别有嚼劲的那种 然后里面的奶油是这样子的 哦 这个苦的口感 我觉得这一块还挺好吃的 它应该跟这个奶茶的那个苦是差不多 因为我喝了 因为吃了这个再喝那个奶茶 感觉奶茶是没下味的 我以前就很喜欢吃麻薯嘛 但是我喜欢它里面有馅的 这个就像那种有馅的麻薯的感觉 这个是奶黄的大腐 中间是这样的奶黄馅 它是奶黄 然后加一桶奶油 它们家不是那种特别突出的好吃 其实每个都是那种感觉很平淡的 但是是好吃的 里面的料真的给的非常的适称 不仅太买菜了 来尝一下这个豆乳麻薯盒子 就是它是有这种几层的嘛 中间 哎 这个是奶油 然后这个是蛋糕配 麻薯应该是这一层吧 这一层 尝一下 是长这样的 上面 这 外面这一圈是那个豆乳 好吃耶 它是真的有那种豆乳的香味 给你们看它这个里面 里面都是那种爆酱的豆乳 我觉得这款味道还不错 面包配啊什么的都不会太干 我觉得真的做的挺不错的 我以后开的店能做到这个水平 我就很高兴了 这个的话我先不动它 到时候去跟我的摄友给他们赏一下 因为我感觉今天这个真的挺好吃的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 没有什么采雷的 只要是我很想要有一种那种甜品 是特别特别大的 像今天吃的那几个都 都是我平时看别人的视频 别人买到的 然后这个的话 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 是那个淘宝的那个梅子甜品 甜品社 我觉得感兴趣的 瓜哥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江泽户是包邮的 然后像我这个广东 广州这边嘛 它是不包邮的 要是来快点运费 其实感觉有点亏亏的 嗯 江泽户的我觉得可以大胆去冲 然后不用买多 就是买几个可以尝试一下嘛 因为它几个也是可以包邮的 然后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